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学姐 柠檬 你是柠檬吧 我是 不好意思啊 这个微信支付要怎么操作呀 这个点开然后支付 点 点这个 收付款 可以了 谢谢啊 不客气 我刚从国外回来 好多东西啊都搞不明白 学姐 柠檬 你 你是柠檬吧 我是 学姐好久不见 你跟大学的时候 比变化真的好大呀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学姐都没有怎么变 还是那么漂亮 谢谢啊 那你这次回国打算待多久啊 我明天就走了 本来想着这次回来 陪爸妈多待几天 可是孩子还在国外 太小了 我这一走就病了 他爸呢也不会照顾 没办法 孩子要去忙 你看 这是我女儿 好可爱啊 像个洋娃娃一样 可爱啊 你就赶紧自己也生一个 何维然 你们也快生一个吧 你和维然 是在一起了吧 挺好的 你上学的时候就喜欢维然吧 我记得她有张CD 是你送的吧 这是我 那个 你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 缘分还挺奇妙的 那时候维然就跟我提到过你 说啊你很聪明 什么题都会做 我也不是什么题都会做 宁萌 维然 之前在国外吃了很多苦 也挺不容易的 我呢 也有很多对不起她的地方 现在你们在一起了 真的挺好的 我祝福你们 谢谢学姐 对了 你们没吵过架吧 没有啊 怎么了 没怎么 就是想再跟你多说一声 以后如果她生气 你多让让她 给她点空间 也别跟她争 等她气消了 你们再好好说 这也是因我而起的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车到了 那个我得先走了 你 你有什么事的话 微信找我就行 好的好的好的 祝你们幸福啊 谢谢学姐 再见 谢谢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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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